台湾选举 谁参选 谁就是大陆一些人的重视之地 不管你支持率如何 先怼了再说 反正也不管参选人代表的是哪一个党派 都要怼 管他呢 当然也是有规律的 也就是谁的支持率略高 谁就一定会被推到第一的位置 使劲骂 使劲怼 柯文哲也罢 赖清德也罢 侯友宜也罢 还有郭台铭 谁也逃跑 不过被骂的结局 大陆有的媒体讽刺柯文哲 为竞选说 若自己当选 将优先发展网军 瘫痪大陆高铁 ATM等系统 让大陆知道 我们是有能力的 随后以此展开反击和文字轰炸 第一 像在高铁和ATM机卡脖子 台湾是没有能力的 高铁看不到我们的腰 ATM机器 我们更是早已经不再怎么使用 没人用现金了 都是全民移动之父 台湾是落后我们一个时代的 怎么跟我们比呢 小周快笑死了 我一个大陆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第一 台湾候选人不管是谁 说了什么话 目前在选举阶段 基本上也不能信 好也罢 差也罢 如果被大陆某些人物解读了 百分之百是不能信的 因为会有断章取义 或者畏黑而黑的嫌疑 能参加台湾选举的 但凡今后跟自己说的话 对不起来的话 人家台湾人一定会拿下来的 我们不需要操心 因为人家的选举制度决定了 有这个权利 再说了 选举是一件大事 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来盯着谁 说了什么 对大陆到底是狠辣还是不狠辣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骂 对人家 有新套路吗 有作者小题大作 拿竞选人说的话 来抨击台湾的高铁事故频发 电力故障等等 拿台湾行动支付不发达 来映射中国大陆高度发达 实际上我不止一次的讲过了 而且深度解读过 台湾是台湾 跟大陆没办法放在一起比 因为人们的思想不同 制度不同 最主要的是价值观也不同 你还怎么比呢 我们跟台湾人谈论移动支付 方便得很啊 我们这里乞丐都用 台湾人跟你谈信息安全 资金安全 段位不太一样 你跟台湾人谈论高铁 建设了多少里程 跑得有多快 人家跟你谈有多少纳税人的钱 不应该用在高铁身上 人家还跟你谈票价 还跟你谈有没有什么安检 反正不管怎么样 在台湾是不需要安检的 而在大陆需要扫一下 包包和身上都要扫 你说哪个好呢 懂行的还跟你谈 资金项目的公开透明程度等等 再者 在人家选举年 跟人家谈论选举的不合理乱象 人家会笑你不懂什么叫选举 没见过民主社会的政治样态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谈啊 其实看看网友的认知水平 我们也能略知一二 网友说 为啥没人说我当选后 给大陆美人送一个茶叶蛋 让他们知道我们台湾有多好 现在基本上都要去使用移动支付 谁还用现金呢 台湾人如果卡我们脖子 也有好多手段 卡鸡蛋 卡高铁 卡凤梨 卡矿泉水 卡大米 卡化费 卡芯片 卡石油等等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 跟放屁一样没事 因为你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的 打个牌都不用现金 警察叔父进屋丑了丑 知道你们在赌钱 声音小一点 别动静太大了 他没资格去公德林 前段时间朋友结婚 随礼得用现金去ATM机取钱的时候 我居然忘了怎么用 还是银行保安给我操作的 这个有点过了我觉得 没看文字太长了 看到勿忘在举的图片 就已经笑得很满足了 三进制计算机不是奇葩 失败在于二进制的普及 三百公里没出个事吗 我们的记忆果然短暂 温州那次不算吗 还是怀念有现金的日子 因为可以看看钱的颜色 闻闻钱的味道 摸摸钱的手感 享受钱包鼓鼓的感觉 自从流行扫码支付以后 这些物理刺激没有了 犹如吃流食一般 营养够了 可是没有了盛宴的感觉 前几天路边捡到十块钱人民币 一脸懵圈 感觉好久没见过前四的 08年的时候 可是出过事的 克文哲的瘫痪大陆高铁和ATM奇葩言论 除了可笑死个别大陆网友之外 不会对大陆造成任何伤害 国内ATM机厂家本来都快饿死了 结果爆发俄乌战争 俄罗斯买不到欧美的机器 只能买我们的 于是我国的这些厂家又嘘了一口气 要卡就卡七寸嘛 把大陆的柴弹断了 你只看到表面 他这么说 是为了讨好选民 选民有这么多台独 才是我们要重视的 大概就是这样吧 特别让人无语 台湾网友也就看个乐子 知道目前网友在什么水平就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大陆的热榜 美军机过航 台湾海峡解放军依归处置 早上打开新闻 还是几百万阅读量的 瞬间上几千万 包含有一些文章 说话是越来越狠 但是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不管叫得多狠 台海局势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变化的迹象 所以说归说 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都着急啊 为何不打下来 甚至有人喊话要打 但凡有这种思想的人 都不是成熟的思想 都是小孩思维 过家家呢 在现代社会 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而且权衡利弊 网络舆论根本就无法左右 政治和军事 所以但凡有喊话的 我基本上一笑掠过 因为看一眼都浪费时间 就跟以前美国的佩洛西 去台湾的时候 我们喊得最响的 最后都是啪啪打脸 佩洛西的飞机敢降落台湾 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想请问 最后是不是被干掉了呢 是不是被打下来呢 是不是没有看到台湾机场呢 小周几乎全程看了直播 人家的飞机稳稳降落 很遗憾我们的战狼媒体人 我指的是 大家都熟悉的知名人物 直接就消失了 台湾人要理解 大陆很多没有底线的媒体人 当然有很多也不错 也都很客观 但是那部分不客观的人 全凭一张嘴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哪怕把脚丫子砸烂了 而且面不改色 心不跳 还要给自己打个圆场 所以说话最狠的人 我们大陆人一般认为 一旦有了事情 他们是跑得最快的 而且最基本的 都是给自己留好的后路 再者 台湾网友要知道 台海基本没什么事情 不要被某些人给带来节奏 想天天分析台海又怎么了 又发生什么大事情了 等等吧 还有像台湾人 要早做准备之类的 大家可以忽略了 该干嘛干嘛 小周始终认为 但凡在台海上挑起事端的都不是好人 普通人要的是和平 要的是发展 生活需要安静 想鼓吹战争 鼓吹让大家上战场 都是败类 俄乌战场上任何一方的胜利 对惨死的人来讲都是操弹 无法弥补人家的伤痛 谁家的儿子 谁家的丈夫 谁家的父亲 谁家会醉痛 其他的胜利者的喜悦 都应该被历史所审判 没有善良 没有慈悲 没有良性 践踏在别人的尸体之上的笑容和庆祝 我们都要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